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慧加油 小慧加油 大家好 我是小慧 确实我上一轮赛段聊的是我谈恋爱的事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同居的事 我最近是在跟我爸同居 本来是我爸我妈一起到广州来看我 然后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妈跟我爸大吵了一架 就一个人回老家了 把我爸托付给我了 第一次跟他单独生活才发现 我俩原来这么不熟 就像三个人吃饭 你俩唯一的共同好友去上厕所了 剩下这俩人真是不知道聊啥 我每天早上出门上班 他就说上班了 晚上回来他就说回来了 对我最大的关心就是吃了吗 他好像这个家的保安 前两天我出差回家 我感觉他是想关心两句 但是又不知道说啥 非常尴尬的来了一句 说高铁现在吃方便面 让家伙得尝吗 我跟他同居三个月 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我妈 婚姻生活的不容易了 我之前以为我妈那天吵架是一时冲动 我现在细琢磨 他应该是绸缪已久 我以前太不了解我爸了 我只知道他工作挺辛苦的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一般家 他就要出差 现在就发现了他的一些其他的品质 比如独立 买水果只买自己那一份 比如敞亮 出门也不爱穿上衣 我俩虽然也吵架 但他这个人还是挺客观的 他会跟我说 我是你爹 真的我是跟他同居了以后 才发现他有多懒 他跟我妈那种勤快 那个对比实在太鲜明了 他俩来的那一天 我妈一进门 看了一眼我的客厅 缓缓放下手中的行李 就说了四个字 妈来迟了 然后我妈衣服都不换 就开始帮我收拾客厅 他眼里太有活了 他都不知道这个客厅 是我为了迎接他 刚收拾过的 我爸就不一样 一进门衣服也不换 就躺下了 每天我妈都在家里收拾家 把那个客厅里的柜子 给你挪到阳台上 阳台上那个柜子 再给你搬回客厅 茶几上那个花瓶 给你放到餐桌上 餐桌上那个 再放回茶几 跟我上班是一个思路 不创造 只重组 觉得家里唯一不动的就是我爸 每天坐在沙发的同一个位置 看同一个电视 也跟我上班差不多 好像一天没闲着 但其实啥也没干 我跟我爸是 我先学会扫地的 有一天我扫地的时候 脱口而出一句话 我说 你每天就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玩手机 地这么脏 你都不知道扫一下 说完我自己吓一跳 妈呀这不是结婚以后 才会说的话吗 上网一看 这爸爸们都差不多 有一阵特别流行 发那种视频 话题 父爱如山 一动不动 看来是 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我也认识一些 其他朋友们的爸爸 可以说是 山外有山 我有一次去朋友家 他那个爸呀 在沙发上躺了一天 我说你家情况有点严重啊 属于山体滑坡了吧 这个是 所以那些赞美父爱的名言 我都搞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什么 父爱无声却一直都在 如果你感受到了 就不是父爱 我感受过父爱的力量呀 小的时候坐自行车 后座脚卡车轮里 父爱登得可使劲了 一样的爹 我也是这样的爹 我爸这个人他 懒得干活 也懒得出门 宅男还分什么 科技宅 动漫宅 我爸就是个老宅 60年老宅 我都不懂他才60岁 怎么跟个30多岁的上班的一样 一点活力都没有 退休耶 条件这么好他还不珍惜 真的我要是像他这么大 钓鱼竿我都买八根了 我就想让他出去走走 他也不愿意 想给他报个老年大学 也不去 那我怎么知道你想干嘛呢 总不能抓粥吧 每天在这个茶几上 我给放点毛笔 算盘 拨浪骨 想都不用想 最后抓起来的肯定是遥控器 最近终于是有爱好了 把我那些没拆封的乐高小跑车 全给拼了 男孩还是喜欢小汽车啊 这个爱好也挺好的 就是他拼得太快了 家里有点负担不起了 前两天逛商场 又要买小汽车 我再次脱口而出一句话 我说这个家里不是有了吗 现在就管那种很成熟的小孩 叫什么小孩哥 我这种不太成熟的爸爸 应该就叫老爹地吧 哎呀我在这个家里 经常都找不准自己的定位了 在这个家里他只是一个爸爸 而我是妈妈也是女儿 我是感觉我爸挺幸运的 我从小被我奶奶宠爱 结婚了以后又被我妈照顾 现在轮到我接盘了 感觉是不是有什么爸爸守恒定律啊 他们不会凭空产生 也不会凭空消失 只会从一个女人的手里 转移到另外一个女人的手里 这是我第一次跟人同居 希望他能把对象带回家来一起住的 这三个月我是越来越不想回家了 家里有个男人也没什么好的 家里有个男人就不太方便带别的男人回家了 我的时候就是假装加班啊 晚上回来迟一点 开门之前还有点内疚 哎呀爸爸做的饭该不会都凉了吧 推门一看啥也没有 爸爸睡得很香 电视也不关 他从来都不关电视 谁说父爱无声 这音量不是调得挺大的吗 这我真的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到这么一个高招的 让我跟我爸同居 我以前也不会做家务啊 毕竟我跟我爸都是一个妈带出来的 现在我这个家务做的可好了 我猜是我妈有一天刷短视频啊 刷到那种营销号发 这样的男人留着过年吗 然后突然想明白了 哎这个男人留着过年就行了 平时就留着教育孩子吧 哎呀早点送你这来好了 哎呀妈呀还是来迟了 哎呀现在要学会 大家好我是小慧 确实是啊第一轮输了 输给了KID 比赛前领导还发消息鼓励我说 放心比赛不着急回来上班 赢了再回来 我看到那条消息的时候 已经输了 输得太快了 领导问我输给谁了 KID 领导问 谁是KID 对呀谁是KID啊 我一个春晚演员 回来以后输给了一个 普普通通的透出演员 哎妈给我气的 他赢了我以后不光晋级了 现在还要被记住了 哎呦我天哪 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因为他讲的是职场话题 他上过几天班啊 教大家哎如何快乐上班 你听听你听听 快乐上班 花五分钟论证这么一个伪命题 哎为了搞那个噱头衔 自己很有班味 做了一个PPT就在这不饿 但凡上过班的人 都不会想做PPT 我们单位的实习生都不爱做PPT 与其说是输给了KID 不如说是输给了PPT 众所周知 脱口秀只是我的一个兼职 我有班上 我有本职工作 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做PPT 所以输给PPT 对我来说打击非常大 他用我的副业打败了我的主业 一场比赛 同时否定了我的两种能力 哎我本来是那种计划 就是我呀这个人脱口秀职场 两手抓 现在完蛋了两只手都被抓了 真的很崩溃 对 他还聊上职场了 他们什么PPT呀 一拨出来 观众 啊PPT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个标题都没有居中 太讨厌了 在这个专业上班族面前 班门弄扶 还把鲁班给砍死了 哎我越想越生气 我输给了一个PPT 这节目也是垃圾 还脱口秀和他的朋友 脱口秀根本就没有拿我当朋友 生气真的很想反驳他 反驳他根本不懂职场 但是我怕我自己没有逻辑 我就问我领导 我说领导 如果有人没上过班 但是要教你如何快乐上班 话还没说完啊 他回我俩字 滚蛋 真的我上班还是上的少 你看你老打工人 没有逻辑 全是情绪 张雨琪老师还特别欣赏那个PPT 哎我看完这个PPT以后 终于知道职场是什么样子的 老师你没上过班 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好像一个男的 看完那个卫生巾广告以后 你说啊我终于知道了 月经是蓝色的 真的真的五年了朋友们 我终于知道为啥那帮脱口秀演员讨厌我了 段子一般就知道用上班人设搞噱头 哎那么爱上班还每年来比什么脱口秀呀 对人生气的时候就是会连自己都骂 我输了以后KID还来关心我 哦小慧你没事吧 我真没想到你会挑战我 我现在心情很复杂 那个你好好准备复活赛 到时候我帮你一起改稿子 哎没上过班还挺懂职场这套的啊 哎真的真的 职场里我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真的会干的打不过会说的呀 太悲哀了 那天我们一直录到早上六点 刚结束录制 刚睡着九点 我被客户的电话吵醒 让我做个PPT 中午之前就要交给他 我做的时候眼泪坐着坐着就下来了 昨天赢不了PPT 今天交不出PPT PPT是什么高贵的东西啊 怎么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支配我 我现在对PPT已经PPTSD了 有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啊小慧好好的怎么就疯了 对啊 好好的一个人 本本分分的干一个项目 怎么遇到这种公司跟同事能不疯吗 这就是真实的职场 好好的一个人 上了班他就疯了 这些我都能忍 我都能忍 直到我发现 我买了今天看演唱会的票 我要来参加这个破复活赛 我就去不了我的演唱会 现在这个时间 应该已经唱到突然好想你了 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 我怎么在这里呀 啊KID 用我的副业打败了我的主业 现在连我的爱好也要摧毁了 真的我现在最后就想说一句话 KID你就在竞技区等我 我来教你怎么做真正的PPT 我来挑战也不是觉得我能赢 主要是见不得PPT这种脏东西 这个真棒 真棒 太棒了 让我想起了我的领导 明明自己演讲就可以 非要让我给他配一个PPT 确实跟他们不太一样 我有班上 终于没有人问我 为什么不辞职了 对 但说实话 我那个班前段时间也没有特别忙 也没有特别忙 所以我那段时间很怕别人问我 说小慧小慧 你怎么平衡你的工作跟副业呀 我说当一个天平 两边都没有砝码的时候呀 本来就是平的 由于不太饱和 所以我去年就去谈了个恋爱 我本来是这么计划的 就是他们休息的那段时间呢 我想我别闲着 我出去谈一个那种刺激一点的恋爱 好好收集一波素材 回来狠狠写几个段子 结果谈到现在风平浪静的 给我急的 我先说完蛋了完蛋了 该不会搞到好男人了吧 该舞 这个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早知道找个脱骨胸男演员了 素材多一点 素材多一点 这也很棒 而且我根本就不会谈恋爱 谈恋爱第一天人家问我 能打个电话吗 我说你有啥事 他说没事就想打个电话 我说没事打什么电话 打字就行了 真的我这个恋爱谈的 才是班位比较重 因为他问我七夕想怎么过 我心里说我想怎么过 不应该你先出三个方案 来给我评审一下吗 这仨方案你听吧 烛光晚餐一听就不够爆款 滑雪冲浪预算不足 他说要不我们去跑马拉松吧 比较有纪念意义 我说还是用回第一版方案吧 他说行 那就烛光晚餐 笔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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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一 我谈了这么一年多吧 才慢慢总结摸索出来一个 5WEH恋爱聊天法 你按我这个方法去聊天 有逻辑有温度 还能实现闭环管理 不 你问他 谁想我啦 问 你问 今天想我了吗 What 你问 在忙什么呀 Where 你去哪儿了 Why 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How 你怎么敢的呀 最后再回到那个户 谁错了 一般是这么聊天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谈恋爱 我就学他怎么谈恋爱 一般就是拿我的照片当壁纸 主动接机送机 不管你回消息 及不及时都坚持发私信 我一看 那我会呀 这不就是追星吗 然后我就突然反应过来 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 带他一起追星 从来没有带他一起去看过演唱会 一是因为两个人的票确实不好买 二是我怕他去了以后发现 我这个人啊 其实长恋爱脑了 没给他用 怕他发现我嘴还挺甜的 平时虽然说个什么 想你了 都怪不好意思 但是跟别的男人啊 你好帅 我爱你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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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口就来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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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追星医 好怕我这种浓烈的感情灼伤他呀 去之前还以为自己的对手是什么阿猫阿狗呢 去了以后发现阿是阿信 怕他接受不了 真的每个人台上喊一次 我爱你 就得解释一遍 也爱你也爱你 阿哥哥好帅人没了 我还在 我还在 讲到这里聪明的观众应该已经意识到了 他不帅 不会有人谈了帅哥能忍到现在还不说的 他如果是个帅哥 我刚才端着他的照片就一起上来了 很巧妙啊 这就导致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称呼他 你说叫男朋友吧 嗯 以他的长相有点太过隆重了 你叫香口的吧 又好像有点随便 所以我就学黄昏恋的那种叫法 我在外面都说 我找了一个 而且我弹的也挺黄昏恋的 就是散步 我钓鱼逛公园 非常平淡 我跟你们说 我现在就喜欢这种淡爱 对 因为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已经从我闺蜜的感情里 参与过很多次 我的感情已经间接的被渣男们玩弄过很多次了 累了 连我妈都要拿我当黄昏恋了 别人父母关心的都是多大了 干啥的哪的人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 第一反应是 啊 谈恋爱了 不是诈骗吧 但是以我现在的年纪啊 家里人是不会允许我谈黄昏恋的 他们会要求我结婚 他们会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结婚 不结婚你还处啥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我岁数还不够大 我才30 我要是坚持到80 他们就会说 这么大岁数了 凑合过呗 还能结咋 而且每次他们催婚就会说啊 希望你姥姥能有个伴 但是我姥姥够老了 没伴 我妈也不小了 有伴 但是总说还不如没有呢 按这个年龄的优先级来说 是不是应该先催我姥姥找一个 再催我妈换一个 对吧 你这么说话很难听 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种私人问题上互相伤害了 我也很不喜欢一说谈恋爱 别人就祝你什么 修成正果 百年好和 怪沉重的 我希望大家给我一些轻松的祝福 就是啊 谈恋爱嘛 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真的谈恋爱挺好的挺好的 最好的就是发现了 我有多好 我真的每天都在想 哇 谁这么幸运 在跟我谈恋爱呀 他吃的也太好了吧 你们知道我现在谈恋爱最开心的 就是替他开心 而且你们应该也能感觉出来 就我这种平淡的感情 能写这么多东西出来 已经非常辛苦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替小慧是不是之前那个车间女公子 她现在也是 谢谢 还挺开心的 今天是这个1v1v1比赛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 我太熟悉了 去年我就是这么淘汰的 去年我因为准备了淘汰感言 观众就劝我 他们说你知道你为啥淘汰吗 因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准备 这个福气我绝对留给别人 今天这个主题是没关系 我也有病聊这个心理问题 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焦虑 都来源于别人的评价 你就比如说结婚 我说我不想结婚的时候 长辈就老说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想结婚的时候 网友又会跟你说 你不看新闻吗 你还敢结婚 你怕不是有那个大病吧 所以搞得我现在就很焦虑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去给我好朋友的婚礼当伴娘 搞得我更焦虑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伴娘 他就教我 他说伴娘很简单的 你就先堵门 不要让新郎跟伴郎进来 然后把我的鞋藏好 不要让他们找到 哎呀反正就是 不要让他们轻易地把我带走 我说你要是不想结就算了 我来干啥 是个替补吗 那你说去都去了 就给人好好干呗 刚开始就堵门嘛 然后我们几个伴娘 就用这个肩膀顶着这个门 我当时真的顶得可努力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只要我够努力 我就能阻止这段婚姻呀 然后你顶着顶着 我就发现门峰有红包塞进来 你们知道吗 咱们那个习俗就是 伴郎把红包塞进来 然后伴娘拿了这个红包就要开门了 他没有人跟我说呀 当时我看到红包的第一反应是 考验我 真的其他所有的伴娘都去抢红包了 只有我还在那里堵门 我还给了妻娘一个特别骄傲的眼神 说你看他们不行 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堵着堵着我就发现 我越努力 别的伴娘就越富有 最后这个力气实在顶不住了 外面的人就冲进来了 哇我就看着那群伴郎 那个胜利的嘴脸 我就好生气呀 我怎么这么蠢呀 就这个门明明就能反锁呀 当时有一个伴娘站出来 她说这样咱们搞点文明的 不要搞得太低俗 我准备了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都能回答上来 你们就可以把新娘带走 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文明 她说如果你问李诞有没有房 她会怎么回答你 答案是但说无方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脑子嗡嗡的一声 我就在想 不是不要低俗的吗 你说让你整得好好的一个婚礼 对吧 毁于一旦 而且那天就在那个喧闹的氛围中 我就突然啊想明白一个道理 为啥他们结婚喜欢找未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刁难这个新郎 他们就是图个热闹做做样子 只有对婚姻一无所知 才能那么勇往直前 你们想一下 换一群已经结过婚的人来 不用说堵门了 前一天晚上 伴娘就把门给你焊死了 那新郎跟伴郎啊 根本就不会上来敲门 可能站在小区楼下 围一圈开始抽烟了 想好了吗 这扇门一打开 你快乐的大门就永远关上 所以你要真的想刁难伴郎团啊 你就要找那种已经结过婚的人 来当你的伴郎和伴娘 也不太够 你要找那种已经离过婚的人 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你们知道吗 前夫和前妻最擅长的 就是刁难对方 到时候伴郎来敲门开门 你还知道来呀 你以为我想来呀 那你来干嘛 你说我来干嘛 我决定我结婚的时候就这么搞 一个红包都不用准备 他们就能给我热闹一整天 我那天想到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以后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一点也不焦虑了 我赶紧给我朋友发消息 我说那个你准备两年啊 我结婚的时候呢 你也得来给我当伴娘 他说你不要太焦虑 你没有发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手里有个对象吗 所以现在呀 我不焦虑结婚了 我想找个对象 我以前就老觉得谁呀 也配不上我 现在我觉得也配不太上 但可以试一试 所以希望有志青年 可以来跟我试一试 谢谢大家 小慧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脱友秀去年是火了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连我这种 去年都能和邓伦同胎 冷静一点 我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的啊 不过就是一个男明星嘛 对吧 我呢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那天客串一个主持 问他几个问题 讲几个段子 我一定要让他见识见识 幽默女孩的魅力 但我没想到啊 他太帅了 他一上台 从来我就意识到完了 在美貌面前 幽默一文不值 而且我这个人很有礼貌 你问他问题 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回答你 我当时就觉得我 他对我是认真的 那天是个直播啊 我妈也看了 连我妈都看出来 邓伦看上我了 开心坏了 就把那个视频转发给我爸 那个视频的封面呢 就是我跟邓伦的一个合影 我爸根本就没有点开 因为他直接秒回了一句 女儿喜欢就好 我没有什么意见 爸爸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人家粉丝有意见呀 当时就发消息给我 说 什么垃圾主持人 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还敢给哥哥递话筒 收给你打断 其实我自己也追星啊 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们那种心情 但我还是有一点难过 回去广州以后就跟我同事抱怨 我说哎呀 他们说我是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我同事气坏了 他说啊 雷普通发还不好啊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今年非常放松 都已经敢开始议论男明星了 那帮人还想着挑战我呢 天真 他们都不知道啊 我今年呀 在我那个汽车公司的市场部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当甲方 手上的项目呢 也不多 最近在谈的就是透球大会的赞助 早讲啊 姐姐我的听 顺利的话啊 我打算在那儿挂我们公司的logo 好 原来在那儿给我自己加个座 对吧 好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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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还打算挑战我 哎呀 赶紧想想怎么在段子里给我加广告吧 我这个甲方的要求很低的 可以硬广 但一定要硬的自然 可以吐槽我 但是要明扁暗保 哎 到时候就站一排 啊 Ager给我讲一遍 我就看着 我就不笑 我都想要怎么点评他们了 嗯 哎 就是这仨词 学会你就可以当甲方 这三个词 可你让你什么都不懂 就否定乙方的全部 对吧 而且我以前就觉得甲方 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了甲方以后想通了 就是想要恶心你 我觉得我还参加什么突围塞 我觉得那个座应该是给我留的吧 应该直接保送的吧 我都这样了 哎呀 但是我怕李丹劝我 说小慧老师 还得麻烦你来走个过场 要不我们这个黑幕不好安排 我说行 那我开个车上来讲五分钟广告 差不多了吧 哎 他说你不讲段子 我怎么拍灯呀 我说小李呀 不拍灯没关系啊 我就撤资呗 话说成这样我一定要赞助了 你知道我每天给我领导发消息 我说赞助的事不能再拖了 再拖我这总冠军都要给你拖黄了 他说不至于吧 咱们谈个赞助 又不是谈收购 再等等 我说等啥呀 你等我淘汰了 我觉得我等不起了啊 就这几年 我对公司可以说是兢兢业业 公司对我真就像白嫖 哎呀 把我掉了什么市场部 一开会就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呀 领导说 对 你有意见也不跟我们说 你都上外面说去 哎 领导 我建议你不要挑衅一个信任你的女人啊 现在我跟你说我有啥意见 我觉得买车就要买绿原液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贫质保六年 哎 反正话我都放出去了啊 你要是不想当赞助商 我就加入赞助商 绿原电动车 你等着收我的简历吧 谢谢大家小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三位老师好 我原来也是个car engineer 我不爱穿连体裤 就上一期节目为了让观众记住我 就给自己贴了一个车间女工的标签 然后还穿了好多连体裤 最后大家成功地记住了连体裤 就很羡慕其他那些演员 就总能接到一些时尚杂志的采访 哇 拍大片 谈人生 都不用聊什么喜剧的边界啦 喜剧的内核啦 你们干啥啦 喜剧从里到外就你们说了算了 然后我也接了一个采访 中国工人杂志 但是有个采访真的很不错啦 我很知足 我就跟那个记者说 我说我对喜剧的理解比较浅薄 那我就简单剖析一下喜剧的内核吧 记者当时就打断我了 说不好意思啊 我主要是想和你探讨一下 当前汽车行业遭遇寒冬 你觉得传统制造业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扭转下滑趋势呢 我说啊 我说这刚好是要我聊的下一个话题 喜剧的边界在哪里 就在和传统制造业联动的过程里 然后去年也有机会 就是去录一个卫视的春晚 然后那个节目组 对其他人的要求都是 唱一个热闹的歌 跳一个快乐的舞 对我的要求就是 穿一身喜庆的连体裤 喜剧的内核是啥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的内核就是一条连体裤 然后去录那种大型的晚会 特别紧张 因为下面做了好几百号大爷大妈 我就讲了一个我之前提到的内容 我就说 我妈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其实是在她打太极的群里 当时有一个老头发 我觉得这小姑娘挺幽默的 她说她妈跳舞 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以为气氛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大爷们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他们都没想到 大过年的 带个红微博穿个新衣服 带着老伴来看春晚 一上来 老头没了 哎呀我就想 那我赶紧讲下一个段子吧 但是太紧张忘词了 我就想看一眼提词器 没想到这个镜头啊在这里 提词器啊在这里 我要想看到提词器 我的目光要扫过所有的观众 也就是 所有的老头 大爷们应该不知道 我是上一个 我是忘词了 看提词器 在他们的理解里 我应该是上一个表演 还没有结束 他妈跳舞 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然后那年过年 我爸妈也是用这段录像 迎接我回家的 对我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因为我一进门 他说的不是回来了 我爸说的是 你这透口秀不好笑啊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我短短两分半 不好笑的表演里 还有一个植入广告 更生气了 一拍筷子 侮辱医术 上一期节目参加完了以后 总有人以为我辞职了 就在大家的想象里 就李丹会穿着一个风衣 从一个保姆车上下来 后面跟了十几个保镖 每个人都拎了一箱献金 就像咔咔咔 甩在我领导桌子前面 放人 我们效果连体裤 怎么能干这种 卑贱的工作 就算真的发生了啊 我都不用露面 我爸直接是冲上去了 闭嘴 拿走你的臭钱 侮辱医术 不过我领导 现在对我的态度 确实有变化 变好了很多 以前工作做错了 直接就批评我 啊 这都不行 啊 大学白读了 现在还会主动安慰我 没关系 你不一样了 你是明星了 明星嘛 都没什么文化的 那我今天为什么还要穿连体裤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突围赛啊 我要是晋级了 我就再也不穿连体裤了 什么人设呀 我也不要了 就真的突破自己的东西 万一啊 我没进 我也是想给有意向合作的甲方 一个态度 就是连体裤吧 可以穿 非常合身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这是一段完整的表演 首先很感谢我的领导支持 我搞这个 他们真的非常开明 然后每次请假都跟他们说 这把肯定淘汰 以后就回去好好上班 每次都晋级了 我这回就是忘说了 哎呦 我就被淘汰了 但是真的领导 不要再让我去粉丝群卖车了 这几年也就是我们行业不景气 要不然这个节目的冠名商 说不定是我们公司呢 我就带字禁足 我觉得我怎么着 应该也不会被淘汰了 然后还要感谢无忧喜剧 然后当初就是皮球他们 劝我过来参加 他们说来了就能见着五月天 骗子 小货太逗了 然后还要感谢小狗文化 真的你们公司每次出事 我们公司的纪检委 都会找我谈话 让我洁身自好 那我重新说一半 感谢小狗文化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 他玩就跟你讲这个 他为什么不讲这个 你们真的给我的生活 平凡的生活 增添了很多烦恼 今年我感觉好多演员都不开心 我觉得一份工作 如果让你们不开心 你们就考虑换个领导吧 你说你们输了快乐 拿了大王又如何呢 有道理 拿了大王 你们当然就可以赚钱了 但是我现在是没有这个希望了 所以你们有活可以想着点 我便宜还不挑活 我也很感谢我自己 我这么懒的人 我当初就是为了抱怨一下生活 然后他们跟我说 这就是脱口秀 他们门槛也太低了 感言也太炸了 选场最佳 我现在每天被逼着写稿子 演出子 比赛子 还让我上点心 我的心太大了 不好上 还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喜欢 真的受宠若惊的 我知道我长得不错 身材也还可以 家庭也很幸福 工作也很稳定 我还幽默 但是有一些男观众 不要再给我发奇怪的私信了 你们配不上我 好了好了 我感谢完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记得想我 线下再见 大家好 又是我 这一轮没什么主题 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上了节目以后的一些生活 就我第一次来参加节目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跟领导请假 我跟他说 我去录一个节目 他跟我说 相亲节目吗 那你可以抓紧机会啊 我说不是 那个脱口秀 说脱口秀的 我领导说 我懂 超级演说家嘛 就讲一些自己的故事 就是你们这个可能好笑一点 我说那倒也不一定 我感觉这个节目啊 就是也不是特别知名的节目吧 但是我周围的朋友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他们就感觉 我已经是娱乐圈的人了 就我那期节目播完以后吧 第二天 刚好我们公司领导开会 中途打电话喊我过去 我刚一机会一试 我就觉得气氛特别不对 几十个领导 坐得板板正正 围观学习我那段视频 我就看这帮领导啊 有的看两眼 在本子上写点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朝我的段子 然后 有的领导和两个人 交头结尔啊 讨论一下 然后最尴尬的是 我站在他们后面 看他们看我的视频 五分钟 没有人笑 我真的很想走到前面 按一个暂停 我说王总 李总 这里我觉得可能是个笑点吧 大家记一下 要是没体会到呢 我再给你们重播一遍 然后播出以后的第三天 我们食堂就开始放这段视频 我们一个食堂有五十多个电视 我们有四个食堂 我就像食堂的马赛克一样 我同事都说 都没看过这么下饭的综艺 播的第一天 我同事还给我发微信呢 哎呀 你在咱们食堂火了 然后第二天给我发微信 哎呀 我们还得看你几天呢 这食堂播的两天 那个小卖部的收银员 都认识我了 我那天去买雪糕的时候 还跟我说 你你你你 你是不是就是电视上的那个 哎 这个雪糕我请你了 我说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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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听人家说了 娱乐圈诱惑太多了 我说我得把持住我自己 但人真的是很奇怪 就是那个食堂 每天放我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尴尬 我吃饭都不敢抬头 但是有一天 我突然发现 不放我的视频了 我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 完了 我过气了 前两天还有一个领导来找我 说让我帮他的领导 写一篇稿子 要求就是 夸夸公司 夸夸领导 夸夸我们这个活动 当然了 要好笑 我说领导 这个我可能有点写不出来 领导说 哎 你压力不要太大 这个东西我们还会帮你改的 我们改完就好笑了 领导 这就是我帮你写的段子 你要是觉得不好笑 就自己改一改吧 最近我工作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换岗位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车间女工了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完了 人设崩了 这还没红人设就崩了 晴天霹雳 然后 节目播完以后 就会有人来关注我的微博 其实节目组刚通知我 说要公布我微博的时候 吓了我一跳 我说你等一会儿 我先删一删我那些骂人的微博 我删了三天 我把那些骂公司 骂领导的微博清理了一下 清理完了以后 发现我的微博也清理干净 节目播完以后 乍一看 感觉我自己好像长得挺多粉丝的 其实有一万吧 是我妈花钱买的 真的 当时节目播完以后 我妈问我 怎么人家粉丝那么多 你粉丝这么少啊 我说妈 这你跟谁比呢 就算你买粉丝 涨的粉 速度也没有这么快 这句话可能启发了他 我也不知道 他从哪找的这个渠道 真的给我买了一万粉 我当时真的不相信 直到我看到 他跟老板的聊天记录 他跟老板说 这个微博买一万粉 最贵的套餐 这是我女儿 那个老板刚开始以为 这只是一个有钱的亲妈粉 但是他没想到 这真的是我亲妈 那个老板都被我妈的母爱感动了 说大姐你放心 我再送他两千 其实我最后想感谢一下 广州深圳的一些演员 他们知道我要来参加半决赛了 昨天晚上决定 晚上11点钟 决定在酒吧 给我组织一次改稿会 昨天晚上 他们喝的一滩烂泥 我一个人改稿改到凌晨三点 一整晚啊 他们给我唯一有用的建议是 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让我们欢迎来自车间的赵小慧 大家好 我是来自车间的赵小慧 忽兰这个三我是真的要不起 爱一个人好难 我觉得今天我最有资格讲 因为我就没出过对象 好多人都不相信 说你在车间上班 一千多个老爷们 你都找不着对象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虽然是我们车间 唯一的女生 但我们车间 唯一一个 做了韩式半永久闻媒的人 不是我 这哥们太精致了 真的 他每次见到我都趾高气扬的 还教育我 女人嘛 长得漂亮 不如活得漂亮 我这些年 最稳定的一段感情 就是追星 这比恋爱潇洒多了 我觉得 因为这段感情 完全不需要对方参与 但是大家跟恋爱比起来 对追星还是有偏见 就我每次去看演唱会 如果告诉周围的人 我去见男朋友 大家还会鼓励我 一滴恋就要多沟通 你要是跟他们说去追星 好多人就开始酸了 哎呀 真有钱呀 有钱没出花是不是 每次遇到这种人 我还要很耐心地 跟他们解释 很非常耐心 对呀 有钱 羡慕吗 我觉得谈恋爱真的太难了 周围的人不是总说吗 一个人谈了恋爱以后 智商就为父 追星压力会很小 大家最多说我脑残 我是一个独立追星人 我的主要活动 就是独自去看演唱会 有一次我刚买完 那个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 我买了一个山顶票 然后我晚上就梦到 他们五个人 站在我面前 就说了四个字 到前面来 我醒来以后 第一件事 就是把山顶票卖了 买了一张钱牌票 我还安慰自己 钱没了可以再赚吗 他们想见我 可是见一面少一面 那次演唱会啊 下大雨 我站在那里看演唱会 感觉都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 我就是在看一个水木电影 一群人穿个雨衣 站在雨里 摇着荧光棒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交警来查酒驾了 然后散场以后 大家那个劲过不去 摇着荧光棒 挤在地铁里还在唱 终点站到了 我们就开始哭 啊 时间真的有终点 太难受了 周围的乘客都懵了 还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喝多了呀 我还得解释 没有 就是看了一场 55度的浓湘型演唱会 后劲太大了 有点上头 其实追星和恋爱一样 我也特别希望 自己这段感情 得到父母的支持 所以我每次看演唱会 就会给我妈发语音 妈 你听 多好听 我以为我妈能听到 那个唱歌啊 要么就是现场那个氛围 其实我妈只能听到 我自己一个人的尖叫 啊 我死了 啊 命给你 我妈每次都以为 我被绑架了 而且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太难了 我感觉全世界 都在反对这段感情 演唱会的票你买不到 追星的价你请不到 买周边的钱你又挣不到 像我这种又穷又丑 还对他们死缠烂打的女孩 这些男明星的妈妈 能不能出来说句公道话 拿了这五百万 不要再纠缠我儿子了 而且追星 你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 偶像走什么路线 什么定位 新作品 怎么搞宣发 怎么维权 真的 我自从了解了这些以后 我跟我们车间主任说话 都非常有底气 我说领导 我作为我们车间 上升期的小花 资源也太差了 和我一起来的同事 没有插车证 也有电工证 我什么都没有 还有啊 不要再让我去参加 车间的相亲活动了 我 赵技术员 只想踏踏实实搞技术 请离我的私生活远一点 多关注我的作品 更难的是 你跟粉丝们 喜欢同样一群人 但是你们的想法 可能会有差异 就有一次 我去看演唱会 旁边坐了一个女生 刚一坐在那 就开始补妆 还问我 你说阿信 会不会喜欢 我的口红色号呀 我说姐 咱俩今天是全场 倒数第二拍 咱俩在他眼里 就是两个马赛克 养唱会开始以后 气氛特别嗨 又跳又蹦什么的 但是我那天 有点不舒服 我跳了一会儿 我想我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刚坐下来 他就喊我 站起来 阿信让你坐下了吗 我说姐呀 那上面是个舞台 又不是个讲台 那阿信又不是 我高中班主任 会跟我说 你们在下面干什么 我看得清清楚楚 倒数第二拍 那个小慧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 你跟不上节奏 明明知道 今天有演唱会 昨天为什么不预期 演唱会 还会说一些 很煽情的话 然后阿信就在台上 特别温柔地说 大人的世界 其实很好 你会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巴拉巴拉的 我都快哭了 旁边那个女生 跟我说 我都快三十了 还没谈过恋爱 你有男朋友吗 我情绪整个 都被他打乱了 我说你别说话了 阿信让你交头接耳了吗 我觉得吧 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不难 就是太费钱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谢谢小慧 三 二 一 请锁票 怎么样 余老师 有进步吗 感觉 这个特别好 他终于没说工厂里的事 对 我特别期待 想听他一个 工厂以外的内容 是是是 今天终于听到了 小慧因为之前 一直都讲他 真实生活 在那个工厂里的事什么 这也是我的真实生活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事吗 对啊 就是做梦梦的 让你到前排来是真的 对啊 对啊 他还有一些更真实的 他不敢讲 那你做过最疯狂的是什么 就是追他 我觉得我算比较理智的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不是疯狂 说完这个话 我就觉得有大故事 对 你稍微讲一个可以分享的 睡机场啊 然后排夜排队 排很久买票啊什么的 他讲过一些特别过分的 我能 不行 你走了 我讲我又不拍 不行 不行 我们已经铺垫到这了 很难不听的 所以 这个我终于知道了 刚才听这些作品 就是觉得不太解恨 每个点都没说到最深处 可能就是有些东西 你不敢说 于谦老师说的太透了 他说啥 他说 那个什么有的东西你在说 但是你没点透 可能是因为你不敢说什么的 余老师真的 你忙活了半天 别人家一句话就说出来了 他 这个真的是 他爱得太深了 你知道吗 他是真爱 对那个 所以有的东西点不到最深的地方 因为他很多事情 他有顾虑 咱们把他送走 好好说他坏话 好 来 感谢小慧 小慧啊 就说五月天啊 我讲一个 大家别生气啊 这个就是 我觉得 这个五月天的歌迷 还是有这个心理素质的 他不敢讲 我觉得挺可爱的 不是那个 不是什么坏事 他就说 他每次去 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他都会全场唱得特别大声 一直唱 我说 我们以为就是激动嘛 他说 不是 我是怕阿信跑掉 被人听出来 难怪他不错 哎呀 他说 好烦啊 他 我怎么混了我以后 这段恰掉 不要播 不行 大家好 我是赵慧 我们好热情 是不是觉得 我出现在半决赛 特别突兀 其实我参加半决赛之前 我问导演组了 我说可不可以退赛 我说一个成熟的节目 肯定要有一个人退赛的 当时导演组跟我说 你这个咖位 不行 其实我也写不出来东西 今天这个主题什么 怎么选都对 我觉得这不就是 随便都行 都可以的意思吗 也不知道怎么写 我想了一下 我创作最大的瓶颈 就是 我的生活太平淡了 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上过热搜 我感觉我到现在为止 人生中最重要的 两件事 就是高考和找工作 因为我高中学理科的 也不是我选择了理科 主要是文科放弃了我 我觉得文科太难了 你简大题写一堆字 一分都没有 你理科写个解字 还能有零点五分 对吧 然后你理科那些题目分析 它都告诉你 ABC都是错的 所以选D 文科那些分析总是写 ABC也对 但是D更对 我每次看完A 我觉得挺对的 但是我不敢选 我觉得等一等 我值得拥有更好的 我也是高中的时候 开始脱发的 我觉得就是蚂蚁森林 都能把沙漠变成绿洲 它能不能想办法 拯救一下我们这些 荒漠花的头顶 我觉得可以搞那种 就是你每天走一万步 然后就可以积一百克 黑色的能量 你积够一千克黑色能量 就可以给自己 织一根头发 每天熬夜到凌晨一两点 就不要太焦虑 虽然脱发了 但是你可以去 偷朋友的黑色能量 帮自己织回来 然后就是毕业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面临一个选择吗 就是在大城市打拼 还是回老家等父母安排 我没有这个焦虑 因为我回老家 父母也安排不了 就我回老家 感觉选择更少 就是那些工作机会 已经被别人的父母 都安排完了 然后其实我找工作的时候 就特别不顺利 因为我挺不会面试的 我有时候真的想不通 这些面试官在想什么 有一次有一个面试官就问我 说如果你的上司 和你的父母发生争执 你怎么办 我就想我的上司 啥时候能跟我父母 发生争执 我想来想去就一种可能 就是我上司 非要娶我 但是我爸妈不同意 还有那种无领导小组面试 你们参加过吗 我觉得这种面试特别叛逆 无领导小组面试的第一步 就是先选一个领导出来 然后这个领导 就会组织大家讨论 然后可能还会帮大家 总结一下这个结论 总有那么一些人 意见跟别的人都不一样 但是话特别多 还有那种人 领导都总结发言完了 非要站起来 我还要补充两句 就我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能被选上 后来我想通了 就是这种人在团队里 可能让其他的人更加团结 其他的人会背着他们 拉一个群 聚餐 唱K 骂他 我能被现在的公司录取 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 这个无领导小组面试 我正式工作了以后才发现 我们团队不需要讨论 我们有一个领导 他说啥就是啥 也根本不存在 他说完以后 谁站出来补充两句的情况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谁补充 谁干活 然后我在汽车行业工作 很多人就问我 你怎么不去那个那个那个公司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凡是你们在街上能看到的车 不光是轿车 包括卡车 公交车 摩托车 我都投过简历 给我的答复都是 您已进入我私的人才库 我甚至投过淡总的公司 给我的答复也是 您已进入我私的人才库 就这次来录节目的时候 导演组通知我说来录节目 是这么跟我说的 就你一个人啊 来上海 包吃包住 李旦知道吧 就是我们这儿的 哎呀你来就行 来几天就能带你挣大钱 我听完我都不敢来 我觉得这是搞传销的吧 然后他们就 我就问他们 你们是从哪知道我的个人信息的呀 然后这个导演组的人就说 从我们的人才库里 我说你可能不太清楚啊 我进过的人才库 比李旦喝过的酒都多 我就没见过哪个公司 从人才库里划了人才的 然后那导演组说 不是 我们这是个正经的线上节目 我说啊 现在这么嚣张了吗 当下线 还要到线上节目去 说回主题啊 强行总结一下 就怎么选都不错 其实我觉得吧 有的选就不错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然后还有最后 大家好 我是小慧 听说我是抬柱子 我工作之前吧 大家总跟我说 工作了 你就是个office lady了 你会穿精致的高跟鞋 小裙子 什么职业装 我可能是被骗了 我现在在广州 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什么office lady 我就是个factory girl 我每天上班穿的是什么 工作服 防砸鞋 安全帽 真的 当然不是这种工服啊 这种粉了巴唧的太娘了 我那个工作服 我这么说吧 跟我老爷六十年前 在车间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就穿着工作服 去挤地铁 那天地铁里面人挺多的 但是大家给我 让了一个位置出来 就这个位置里除了我啊 还有一个农民工大哥 和一个保洁阿姨 你们记不记得 老板五十块人民币 长什么样子 我们三个站在那里 牧师前方眼神坚定 你就感觉我们头上 还顶着两行字 一行是劳动最光荣 一行是还我血汗钱 然后我们车间就我一个女生 俗话说得好 一个人缺什么 就喜欢炫耀什么 我们车间 特别喜欢炫耀我 有一次年会 非要让我代表车间 去表演一个舞蹈 熟于舞 就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 都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 后来我想通了 大家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 让我告诉别人 女生在车间 是没有话语权的 然后我们车间前段时间 还打算拍一个纪录片 然后那天领导 特别兴奋地通知我 小灰 恭喜你 结果层层筛选 拿到了我们车间 女一号的角色 但是那个导演 对我又不是很满意 就跟我说 能不能让其他女生 都过来 大家都试一试 其他女生 这四个字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羞辱 我来车间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人提过 这么过分的要求 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说这个片子 你能拍就拍 不能拍 我们可以换人 不要因为你个人的喜好 影响我们车间的进度 我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你要是真想当这个导演 你晚上来我们车间 我给你讲讲戏 真的 女生少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上厕所 从来不用排队 我一个人就有三个坑 我感觉我在里面 就是精装修一下 按个沙发电视什么的 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 我也没想到我一毕业 就能在广州这种一线城市 拥有属于自己的 20平固定资产 我们车间还打算 跟隔壁车间 搞一个拔河比赛 但我们这个拔河比赛 有一个规则很别致 他说每个队伍里 都要有一个女生 你一听就很针对我 我感觉我来之前 我们车间是没有资格 参加这项比赛的 但是那个画面 你想象一下 我到时候 如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跟对面的女生 就这么看着 你感觉都不是来拔河的 是来约群架的 后面跟着我们 十几个兄弟 到时候裁判一吹哨 他们在后面拔河 我们两个在前面 抛头发 我那天想到这的时候 我就很兴奋 我觉得一旦 我赢了这场比赛 他那20平的厕所 也是我的 然后运动会 真的很麻烦 就我的男同事 都是十几个人 竞争一个出现名额 我一个人 参加所有的女子项目 什么跳远 跳高 50米 100米 每年运动会 给我累的呀 我倒不是说 这些项目有多累 我就是觉得 感通告 真的很累 然后每年 我领导还要问我 哎呀小慧 今年四成一百 接力跑 要不要试一试啊 我就想不通了 那和我上午参加的 一成四百折返跑 有什么区别呢 工作以后 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啊 就是影视作品 对女工人这个职业 非常不友好 就女学生啊 女白领啊 拍的都是什么 青春爱情剧啊 职场励志剧 女工人 你们跟着我想啊 拍的是不是 父母重男轻女 自己辍学打工 嫁给一个车间的技术员 不是丧偶 就是被绿 最后没有办法 一个人带着孩子 辛辛苦苦成为了 一代成功的 乡镇女企业家 真的 每次一提到 女学生女白领 你就觉得 要么青春 要么专业干练 女工人 你就觉得能干 但是命苦 真的是 为什么没有编剧 愿意给我们这个群体 写一些甜甜的爱情故事呢 我也不想每天 跟我的工友们挤搬车 我也希望能有一个 高大帅气的车间主任 开着一辆拉风的敞篷插车 把我送到车间门口 然后单手就靠在 那个方向盘上 告诉全车间的人 我的插车只有小慧能坐 我下车以后呢 他就会用 插车的那个插 给我来一个爱的壁动 还要说一句浪漫的台词 小慧 开开心心上班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上班嘛 到车间里面以后 他会温柔地 给我系好安全帽 然后特别霸道地 跟我说一句 我的女人 不允许受伤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你好可爱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今天的主题是爸妈 我就直说了 其实在我们家 有话直说的 从来都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结婚 好多年才生的我 有一次我就问我妈 是不是你不用工作 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想生个孩子陪陪你 我妈说不是 我就想看看 我这个岁数 还能不能生 我感觉我妈 好像从小就没有 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小时候看 别的小女孩摔倒了 妈妈就会在旁边 很温柔地鼓励她 宝宝站起来 你可以的 我要是摔倒了 我妈只会说 站起来 别跟个娘们似的 然后我上大学 就去学机械了 这种专业 你一听 就不是我自己选的 当时我妈说 要给我报 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是很反对的 我说妈 哪有女生学这种东西 我妈给我的解释 是这样的 她说你懂啥 女人多的地方 是非多 有道理 我学了这个专业以后呢 毕业就到广州 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唯一的好处 就是跟我爸 变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我爸也算是个工科生 他就搞建筑嘛 一年四季都在工地上 我现在回家吃饭 和我爸聊天 聊的都是我们车间啊 他们工地啊 人家都说 女儿是爸爸 上辈子的小情人 我感觉 我就是我爸 上辈子的工友 我感觉我们家的桌子啊 椅子啊 都很多余 我跟我爸就蹲在墙角 一盘花生米 一瓶酒 我俩就能聊一宿 然后自从我把我爸 当工友看以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 和父母相处的秘诀 真的 你把你爸当兄弟看 你跟你妈的关系 会变得很好 因为人家都说嘛 好兄弟的女人 怎么看都顺眼 你真的说 然后我的工友 现在也快退休了嘛 每天没事干 就喜欢给我发一些 十万家的微信文章 就去年冬天 广州挺冷的 我就买了一个电热毯 我爸听说以后 立马就给我发了 一个微信推送啊 什么细数电热毯 几大危害 有什么漏电啊 上火啊 最夸张的说 电热毯睡多了 会不孕不育 我当时就跟我爸说 爸这个文章 一看就是南方人写的 你记不记得 在我们北方 有个东西 它叫炕 还不孕不育 我都不知道 你们听完怎么想的 我好像是看到了 一个商机 我感觉以后 快捷酒店的 逐大房型 很可能就是 温暖电热毯 主题大床房 他俩跟其他父母 其实很像 就是现在还在关心 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 你们看啊 我虽然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追星啊 追星这件事 我跟你们讲 和异地恋 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我爸妈算是那种 比较开明的 就不反对我追星 毕竟我单身这么多年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我 对几个男人 这么有热情 觉得不能打击 我的积极性 尤其是我妈 比我还关心 那些男明星的状态 总问我 他们单位 能不能给他们交五显一金呢 就他们这个工作 有没有编制 就在我妈眼里 你再火的男明星 只要没有编制 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 一直滑 其实追星很辛苦的 追星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 我大老远去外地 看演唱会的话 一路奔波 晚上到了那里 他们在上面唱一晚上 我在底下 啊 喊一晚上 我感觉我也累 他们也累 我妈就总劝我 你看 一段感情 双方都觉得累了 那你就该放手了 但其实父母 也有他们自己的爱好 就比如说我妈 那些年广场舞 不像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 她特别喜欢 跳那种交易舞 就是一个漆黑的舞厅 抱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一大大 二大大 就那种东西 我妈当年 绝对是舞厅杀手 真的 她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感觉她每个月 参加舞伴的葬礼 比我现在参加同事的婚礼 还要频繁 后来这个影响 实在太恶劣了 我们当地舞厅 就把她拉黑了 但是我妈 不折不挠 开发了一个新的爱好 她去健身了 我那天还问她 我说妈 最近怎么喜欢健身了呢 我妈还给我解释 哎 我听人家说了 健身教练命硬 其实本来我的表演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结尾 还是要点题 升华一下主题 那爸妈我就直说了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 也祝我妈的教练平安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